这是你第一张唱片的歌 这应该算是第三张了 第三张啊 对 可是这张专辑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旧席部伴你去世面》 而且这个在这个 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还得到了奖 得到一个相当的高的荣誉 以新人来说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刚发 其实我金曲奖是 以旧席部伴你去世面得到 我记得以前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你刚刚得奖不久 反而觉得说就很奇怪 教理来说我们的路边有哪个状态 这种这个事业正式开始的时候 确实看到你一篇新闻说 反而在那个期间 有一个曾经交往一阵子的朋友 反而分手了 对 这就是觉得让我们接不下来 觉得很奇怪 没有 因为感情的事情 很难说谁对谁错 我相信小哥一定也有经验啊 对不对 他真经验 怎么我这真的还交白卷 真的 他为什么会交白卷 我真的 我是很研究人性 但是真的实际的操练倒是没有 没有 是不是意味得太多 多到你不太相信 也不是这个太理性的 反而没有意思 有的东西要走进去才知道 然后再选择 那我每次都看到镜头 还没有做就看到镜头 这种人就是还没开始 就看到结局就没有意思了 不会啦 其实我觉得小哥这么久没有见 我觉得他也变得很成熟稳重了 成熟多了 对啊 真的吗 就是跟当初在 就是跟飞哥一起主持的时候 对对 被他压得我喘不过气 没有没有没有 你被他压啊 没说到他 实在不是在吵架这样 他怎么压你啊 这是太辛苦了 就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总是经验没太多嘛 偶尔插个话把他的主题 导向别的地方 那是 当然啦 当然他也是属于这种专家啦 是 他以后会再把他倒回来 我们真的是有时候 一不小心这个 讲到别的地方 害他这个话也得绕回来 也难怪他也是会火大啦 不会啦 最后一而再再而 最后我就不太敢讲话了 压抑 一不太敢讲就一直在叹 就是加上我也很客气 常常说 费玉君呢 这个问题一看 我已经被挤到特别来宾外面去了 好辛苦哦 因为大家一看特别来宾站了 从丁柔安开始 到后面整排 不得了 每个人手上都四个节目 是是是 大家早就是主持人煎饼嘴了 所以发现 哎呀我跟他们比我还差很远 没有没有 七嘴八舌很热闹 结果我都挤到外面去了 其实我都觉得说 这个节目 大家都在进步啦 对大家都在进步 而且呢 我觉得费玉亲时间这个节目 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来宾了 哦 对啊 我一个人就可以 对小哥一个人就可以这样 看看而谈 就可以讲好多好多 这四杂鬼越来越来越来说 我都一句啦 听到我这样送到要靠北 这四杂鬼 这四杂鬼 哎呀我今天有点让你好好笑 让你唱一首 爽快 送到后那还要后面再加那两个字 好呢 哈哈哈 说到最近啊这个虽然我们要知道初遍期啊总要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是 要闪掉别的别家的歌手啊或是选择最好的时期来跟观众戒美 所以这个时间间隔有时候越来越长 有的人一年半 有的人要两年 这段期间听说你们这都在 也不常都蛮孝顺啊 私下的生活就是陪陪母亲啊 對啊 Pub也长 赚赚钱啊 在4010的夜市家里也开一个营器店嘛 营饰品店 对对对 在那市民4010只要英文 士林营蛙 你们为什么那么奇怪 我还没有人说教育的每一个 难听死 这营 营器的营啊 士林营蛙 人家想对对对对 在那里面很出名的小姐 帮我唱歌 因为又是新的 还帮我做生意 很多人都冲着你来呢 妈妈的生意就比别家不一样 人家说我们要买真心梅那一家 你再细心的又有耐心的解说 好 可是因为我们家都是买一些 所以 我一定要讲得很慢 我一定要很清楚的 把这三个字讲得很明白 营饰品 对 然后呢 就是每次在介绍的时候 我一定要 哎呦我都被打乱了啦 这次我们就算营气就好了 营饰品 营饰品比较 class比较高一点 对对 我觉得营有的时候用起来 所有的饰品 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黄金还要高雅 黄金这样黄灯灯的 看起来好像比较爽的 对啊 营饰反而更 其实我跟我妈每次在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那个客人讲 说其实你们都长得那么漂亮 那么帅 对不对 那么年轻 对 用营饰品的东西反而比较好 对 可以显现出你们是年轻的一派 那个金子呢 可以保值 放在家里面的金库 对不对 像阿嬷啦 阿祖那里面就要金嘛 对啊 有时候那金子就会比较大 比较大 出远门 都一定唱的歌很大 是 以前的关联 跟他们家的歌帅都挂在心库 都钓成这样 对啊 有了六月天还穿那个那个叫命客 有没有 超级的 超级的 这么担心 担心的 真的担心 担心 又是到泰国 我刚才讲的 刚才讲的是 那一届在评审里得奖的时候 那些人啊 真的可以说 这个可以拍胸脯的 每次听到我就很羡慕 谢谢 那个高音上还可以转音的时候 冲上去达到那个点 这个 当然跟你的身材 我刚才看了一下 在镜头摇晃的时候 你这个肺活量也很大 算是心胸宽阔的一个人 我记得 以前在你的颁奖的那一沙拉 大家最有趣很惊讶 这些领奖的时候 那天你穿了一个低胸的晚礼服 相当的高贵气度很好 那时大家也很惊讶 哇 她身材这么好 对 我就跟我妈讲 我除了颁奖 我会穿那样的衣服以外 可能在结婚 结婚的时候 可能也会看一次 其他我觉得 不可能再做这种打扮 这私下其实是 因为那个场合的关系 对啊对啊 你平常是挺保守的 还好 其实今天我穿这件衣服 因为它本来是蛮低胸 可是因为我今天知道 我要来上小哥的节目 我刚才去拿别子 把它贴起来 那真是阴错阳差 这有好东西大家分享 这不叫好东西 也不需要跟大家分享 当然这叫做本钱 听说这个母亲 身材你很多地方都很想她 想当年妈妈也是在这个村庄里 都是不得了 今年流行的春庄 以前整个时代 是不是 就是不得了 常常有人哭叔叔 哭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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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吹口哨 是 我妈妈那时候真的很多欧心妈妈 欧心妈妈 对啊 我妈妈跟我说 对啊 所以很多欧心妈妈追她 那这个 唱歌的功力 我觉得久久相逢一次 你还是唱得这么好 一直不断地有锻炼 你刚刚讲POP 对 有一环也要进行 是 也是要说说笑话的 有 对不对 那这方面一定有她的文化 有有有有 你怎么处理这方面 有的时候 观众一成不变 锦听的时候 你怎么来调剂气氛呢 你都会 其实我觉得唱POP 有一个很很大 对我来讲很大 一个帮助的地方 就是因为现场的观众 一定有所谓的 一些反应跟动作 对对对对 例如他们 比如说他们想上洗手间 因为他歌又听到一半 尿急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 所以他又要退开 因为那个椅子要拉开 往后拉 可是你知道那椅子很难听 嘀 这样有没有 那你就突然间 你就会停掉啊 就会有很多状况 例如 手机响也会这样子 对对对 干扰挺多 有很多 所以我都会建议客人 其实你那个手机 如果说你要去POP 以名演唱 听人家唱歌 势必要把 那个手机 我在干嘛 把手机 怕机 势必要把那个怕机 把那个手机 关成震动 然后放在这里 有的人还对 还讲得很大声 就怕听不到 根本不管 喂 是你call我的鼻子 对 待会我回你的鸡 听说你们也要准备一些 家常笑话 对啊 尤其是李明德的歌最多 哇 对啊 那我最记得 那以你女孩子来讲 当你要调剂气氛的时候 又怎么这样举角呢 你会选哪一类笑话 哪一类啊 因为我听笑话的比较居多 有一个笑话是 其实那 如果不好笑 你一定要笑喔 你都一定要笑喔 就是有两个女孩子呢 她们就同学 以前是同学 很久很久都没有见面 然后有一天她们就在中校东路四段 就是那边是闹区 闹区相逢了 哎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最近在干嘛 寒暄一下 是是 最近干嘛 然后有一个女孩就说 哎呦你知道吗 你看 我老公买了 伍克拉的传戒给我的 这秀起来了 秀起来了 另外那个女人就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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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就继续在讲 哇 我有一台那个Benz S320 也是我老公买给我的 在炫耀吧 好极了 她又说了这句话 然后这个女人就说 哎那你最近在干嘛 你看我讲那么多 你也讲讲你的嘛 多幸福的你呢 对啊你到底幸不幸福啊 哇最近你也知道 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很喜欢骂脏话 那所以呢我现在最近 在修身养性 这不太清淡了吧 修身养性 她就说老师告诉我 当我很想跟那个人的时候 我就会跟她说好极了 啊 赶快笑一下啊 哎 哎 哎呦 告诉我 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啊 很深的呢这个笑话 要用一点脑筋想 其实我不觉得她是笑话 我只觉得说 她是说你想骂人的时候 就说好极了 她是说 炫耀 修身养性 这就有点类似这种笑话 我以前听过就是说 一个太太 富人到了庙里面 那她这个 她就问和尚 哎 哎 请问你们出家人 都 都 人生观怎么样 哎呀 还不是这样呢 嗯嗯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嘛 就是这样 那和尚也问这个家庭主婦 那你们这个凡 凡间的人 家庭主婦做什么 哎呀 是跟你一样啦 坐一天钟 撞一天和尚嘛 你那朋友一个和尚 你不知道啊 有 有吗 我干嘛呀 我干嘛呀 这四杂子也太短暑了 我现在说到 这慢慢的你就会了解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 这个歌唱节目 除了这个歌手 他们也 怎么讲相当捧场 是 觉得这个歌唱时段 真的不太多 对啊对啊 那么能够好好唱 真的机会很难得 而且来这边还可以学笑话 哎呦 我们也听到你这个笑话 而且这种笑话还很深 大家都笑得要死自己 修身养心 好 好极了 进行 好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